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起小戴的重视 然而小戴在电话里和他聊了两句就挂了 因为之前和前台打了招呼 所以佳文昏迷没多久 就被服务生送到了医院抢救 出院后 佳文回到酒店 前台告知佳文 他被换到了另一个房间 因为之前佳文自杀引来了脏东西 所以现在那间房里正在进行驱邪仪式 过了两天 佳文再次联系小戴 却没想到小戴是故意不想见他 这令佳文非常不已 洗澡的时候 佳文不小心摔伤 无意中看到了鬼影 在医生的提醒下 佳文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 经过一番考虑 佳文决定打掉这个孩子 等地铁的时候 佳文看到一名憔悴的女子 跳下站台寻死 准备去拉她 自己却被群众拦下 经过警察的搜查 整条路轨上都没有自杀的痕迹 根本就没人自杀 所以警察怀疑佳文有问题 最后看待她的孕妇的份上放过了她 医生告诉佳文 因为佳文以前多个胎 所以现在建议她把孩子生下来 再多胎的话 对身体伤害太大 佳文再次找到小代 小代不肯解释自己为什么躲着她 只希望佳文能给她一点时间 佳文对她死心了 一次佳文回家时遇到了色魔 色魔脱下裤子后 被迷晕的佳文突然站了起来 然后屏幕一黑 在医院里 警察夸佳文干得好 咬烂了色魔的脸 这个色魔是个惯犯 十几个受害者要找她算账 这次情绪不稳定的孕妇 受到袭击自卫 教训了色魔还不违法 这是最好不过了 佳文听后一脸懵逼 后来佳文去培训 迎接宝宝的到来 在和同学的聊天中 佳文总算知道了 自己可以看到鬼 随后在电梯里看到一个鬼魂 竟然往即将分娩的孕妇 胯下钻 最后婴儿死亡 鬼魂就不再钻了 佳文以为是鬼魂害死了婴儿 后来佳文找到一位大师 大师告诉他 人在两种情况下能见到鬼 一是冰死的时候 二是怀孕的时候 佳文一次就满足了两个条件 大师最后说了一番高深莫测的话 简单点说就是 你习惯就好了 你这个见鬼的技能是无法删除的 佳文走到哪都能遇到鬼 精神就快要崩溃了 搭个公车 也能看到鬼表演跳楼 就这样过了八个月 佳文即将临盆 一次在和朋友吃饭的时候 佳文看到一只鬼魂 准备往朋友胯下钻 似乎打算害朋友肚子里的孩子 虽然赶走了鬼魂 但是由于其他人看不见 因此佳文被当成了疯子 后来在做胎检的时候 佳文发现 肚子里的孩子 长得很像之前地铁站自杀的女子 于是再次找到大师 大师不得不告诉他一个残酷的现实 所有的孕妇身边都有一个鬼魂 鬼魂在孩子出来的一瞬间 附身到孩子身上 然后记忆被删除 这就是所谓的轮回 其实之前佳文去阻止鬼魂 反而是在出坏事 佳文实在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决定自杀 谁知道那个地铁女鬼不让他死 后来在朋友的帮忙之下 总算查清了地铁女鬼的身份 他叫小张 是小代的老婆 小代这个渣男脚踏两条船 害了两个女人 小张之前发现了小代出轨 但是他委屈求全 说只要小代不去找佳文 他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然而小代当着他的面和佳文打电话 崩溃之下 小张选择自杀 后来小张变成鬼 不停地骚扰佳文 而佳文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小三 此时佳文羊水破了 于是被送到了医院 在医院里 佳文看到一个老鬼在投胎 他实在接受不了这种投胎方式 他不想看到情敌变成自己的女儿 再次选择自杀 然而佳文的命很硬 跳楼没死 于是接着跳第二次 还是没死 小张求他不要这样了 其实小张只是想投胎 忘掉这些痛苦的回忆 产下婴儿后 佳文才知道 昨晚投胎了老鬼 其实是朋友的父亲 也就是那位老鬼 自己当了自己的孙子 原来养孩子是一个赎罪 的过程 佳文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 好几次差点让他死了 明白这一切后 佳文总算轻松了 电影到此结束 第二部的剧情略显单薄 和第一部比起来 确实是差了一些 但它依然是一部不错的电影 里面让我不爽的是 小太害了两个女人 反而落得一身轻松 小张明知道佳文也是受害者 但依然要拿佳文出气 不过好在后来保护了佳文 总算没有一路走到黑 这期做完 剑鬼系列也就完结了 算是填了个坑 好了就说这么多 我是奥雷 我们明天见 最后是广告时间 越南芒果贼好吃 秒杀下单还送红包 一人扫码全家开心 大家快来啊 给大家推荐一个 主作DW卡西欧手表 闭齐耳机的店主 人傻老师福利多 货好品质有保障 近期发小红包 从视频中加他微信的奥雷粉 不管有没有购买产品 他都会抽三个人送DW手镯 快掏出你的大手机 扫他 给大家看